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变成动物的奇幻短片,变相机 成功男人有三个关键要素,一份不错的工作,一名死党,以及一个爱他的家 当然这三要素有的人可能连一个都没有,胡子哥就是这种人 他已经日复一日的在这个椅子上度过了25年 每个星期一,他会和小赛一起打壁球 他并不喜欢壁球,也不喜欢小赛 但这样总必在家带着墙,网瘾少女表示,在家带着贼舒服好吗? 竟瞎说,难怪青春期的女儿对你形同陌路呢 小儿子也不怎么和他亲近,胡子哥有时候甚至怀疑 他不知道自己是他的爸爸,而孩子妈就更别提了 胡子哥很想融入这个家庭,但却不知道怎么做 只能默默期盼生活能有些变化 而当他找机会和妻子说自己头痛的时候 妻子连看都不看他,只是冷漠的说,去吃药找医生 胡子哥很听话的去了,拍完片子给医生看 医生却全程爱声叹气 胡子哥很焦虑的以为是癌症 医生开口说,情况很特殊 你将会变成一只大象 这是极少发生的案例,目前只有两个先例 胡子哥以为自己的头会变成大象 医生却拿出了一张图,告诉他他会变成一只真正的大象 胡子哥有点不相信,他讨厌大象 不过他有点期待变成大象,这样也许他和妻子在床上的距离就会更近一点了 当他第二天清晨起来,震惊的发现自己的脸逐渐像画了 一切发生的都比他想象的更快 他努力的在公司不露出马脚 但下午开始一切都变得更糟了 他的手也变成了大象的样子 他努力祈祷家里人不要嫌弃自己 但他们很显然都无法接受 一切都和他的希望背道而驰 妻子甚至收拾好了孩子们的衣物,准备离开 胡子哥沮丧的坐下 看着从未将自己视作父亲的儿子,更加悲伤了 他对儿子做了一个抚摸鼻子的动作 儿子也照做了,走到他身边,抚摸着他的项链 父子俩包在一起,但他很快就被母亲拉走了 胡子哥失去了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工作也丢了 因为他已经无法为公司创造利润 当他走进商店,所有人都诧异的看着他 他想要借酒交仇,却因为没有办法拿着摔碎了酒瓶 老板直接送了他一瓶,要他赶紧离开 他孤独的走在大街上,看着豪华餐厅里自己的妻儿 随后发现好朋友小赛也在这里 还一脸坏笑的亲吻了自己的妻子 这谁能忍 胡子哥疯狂的敲打餐厅落地窗,被保安架走 妻子发现了他,追了出来道歉,却被好友小赛拉开 小赛不停的嘲讽推散胡子哥 让他撒泡尿照着自己的样子 两个人就这样打了起来,招来了警察 情急之下,胡子哥挟持了小赛做人质 妻子对他说,把小赛放了 我们还像从前一样生活 但过去也不是胡子哥想要的 他想要升职加薪和专业选手打壁球 让小赛远离他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和家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然而这些永远都不可能发生 儿子静静地看着胡子哥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那是他们俩交流的标志性动作 胡子哥回应了他,然后就被麻醉枪击中 失去意识倒在了草地上 儿子的眼角有一滴泪花 若干年过去,儿子已经成了一个迟暮老人 他经常来动物园看他的大象老爸 做着那个他们之间的标志性动作 而变成一头真正大象的胡子哥觉得 他有一个爱自己的儿子 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 如果可以,我要变成一只刺猬 滚到钢筋的脸上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住进动物园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您看今天各种真假科幻内容 下期见啦